被职务受贿等罪名被积压禁件 尽管最初获释 9月5日法院裁定重新积压 理由是犯罪嫌疑大企业有证据销毁风险 柯放弃上诉 郭文贵先生在2019年曾多次爆料 柯文哲与中共的往来 如今 柯文哲被捕 是否会揭开更多关于他与中共利益交织的内幕 他老子去再甚至柯文哲也来了 左手郭台铭 右手韩国瑜 屁股上憋着柯文哲 对付你赖清泽 还有你朱立伦 王健先生在台湾投资 给国民党家族诉讼利益 王健先生在台湾的力量超出了我的想象 跟国民党的大佬们竟然那么近 跟现在可能要选总统的柯文哲呀 国民党的这几个人呐 除了朱立伦之外都那么近 包括郭台铭 海航是真是收复台湾 经济收复台湾的重要牌头兵 韩国瑜去深圳拜港澳台办 也就是军委的期拜 柯文哲到北京去拜见也是台办 看到没有 都是有码头 都是有主人的 都有沟通渠道的 看明白了吗